蔣麗芸議員 主席 剛剛局長說的只不過是一種慣例 並非不可 因為大家都知道上訴排期是等很久的 隨時坐牢後上訴都未排到期 例如有七位警務人員被判兩年 社會普遍都認為被判得很重 我相信局長你都同意被判得很重 但是因為我們翻查過去有些同類案件 都是被判幾個月的 按局長剛剛的回覆 其實說到底就是 特首是有卸免和減輕任何在囚人士刑罰的權利 因此我想請問局長 你作為七位警務人員的長官 你會否促請特首特赦或減輕他們的刑罰 局長 主席 行政長官在基本法底下所獲授權的權利 剛才我已經非常清楚地展述 現時這個司法的程序仍然是繼續的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 特別在我的答案最後那一段 是我的看法 多謝 主席